一起来看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 在乌兹培克斯坦队一边 尤苏波副 其他选手有三号 阿里奥诺副 四十一号 封线的箭头 谢尔盖耶夫 二十三 穿的是一身红色的运动服 出掌阵 其他选手有二号蒋光泰 三号朱晨杰 四横随桑普多利亚队 是拿到过一甲联赛的冠军 是拿到过这个 1989至90赛季的欧洲优胜者 右路三路到附近 球传到进去中央 中队解围没有顶远 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凌空扫射 何宇鹏 这个投球很简单的 二过一的方式 传了之后就往下 后面的人呢 再跟着往前送 这一下进攻向前的速度 给打开了 看这头 短时就复 马沙利波夫 中路直传 大陈赛 中路呢 再带出来一个 第二空呢 有一个把人带走 把蒋光泽带走 突然之间 朱晨杰身前 典型的一控插 二控再要的这样一个 速度起手 大陈赛里面 中队呢 投球顶到边路 球友到对方脚下 还是波夫 北深浩 再给到中间 内部 敲回来 乌雷 起到上门 被封堵了一下 前进 中队直到了40分钟 才有了第一次 北深浩 进去外 演几角 来一起补射 角度打得非常 让这下车的能量 完全措手不停 对呀 向前的这个运作 非常重要 这条球怎么向前好呢 是李可那一下 打中路 但是呢 出球啊 又扑回到了 舒克罗夫面前 这样 又被对方给去 我们看 二十二号 陈朴 在进区内 回传 力量小了 直接被 在耶夫断球 到进区里面 看这球 非常 很冷静 压住节奏 这一下呢 是陈朴 回传 分量了 然后再往回追的时候呢 其实中队的人不守 但是传球这一下 我觉得很冷静 后排加上的第二个点 才是真正他要传的 说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